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免费送你的 希望你把它记下来 然后可以来信向我索取 记住了 这本小册子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希望你记住了 好 我们言归正传 今天我们所讲的系列主题依然是我是谁 这是一个大主题了 系列主题我是谁 上一讲的题目是 也讲的是小题目了 上一讲的小题目是在神的镜子当中发掘自己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看我是谁这个大题目当中的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小题目 我们的题目就是从圣经当中找出我们里面真实的面貌来 以及我们的全方位的本质是什么样子的 在上一讲当中啊 上一讲当中我们指出除非一个人对照神的话与这门镜子 否则的话 他不能准确的认识他自己 于是我们就去对照这门镜子 去发掘我们自己的真实的面貌了 那上一讲我们讲到人在被造的时候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圣经启示神是三位一体的 包括了圣父 圣子和圣灵 圣经说神以自己的形象或者说神的样式造人 那现代的希伯来文当中啊 所有跟照相有关系的一些词 跟照相技术有关的词吧 都是从这个样式这个词演变而来的 于是他就意味着外在的形象了 外在的相似了 但是内在的相像呢 都抱着另外一个字里头 所以我们要发现三位一体的神 造出了由三个组成部分的人 于是神把生命的灵 吹进了泥土造着人的身体当中 甚至说人就变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 人这个字在原文当中啊是混 那所以人的本性是三个组成的部分而合成的 他本性的最高部分呢 是他从神那领受来的 神吹进来的气啊 也就是灵 他本性当中最低的部分呢 是从地面上而来的泥土 这两者的结合是具有创造性的 带来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东西 也就是一个活的魂 因而人是由灵魂体三部分组成的 神的目的就是 人需要直接接着他的灵与神有交往 但是邪恶的蛇 撒旦的引诱 它是诱惑人的魂 不是灵 而是魂 这个诱惑的结果 它成功的使人的魂 转离了借着灵与神相交的向上的关系 使他偏离了神 开始叛逆了 那因此啊 这就代表了撒旦对人的魂的影响 在上一讲当中 我指出啊 你必须要认识到我们的属灵征战 几乎都是在魂这个领域当中开展的 那是一个战场呢 撒旦借助他的诱惑 斩断了人与神的灵的关系 把他分离开来了 圣经说啊 人因为无知与神的生命就分离了 最根本的结局就是 人的灵死了 他的魂成了一个失落的叛逆 他的身体呢 变成的很容易受败坏了 然而我们还是要感谢神 因为他的怜悯 神不能让人停留在那个光景当中啊 当神的日子满盈的时候 来了一位圣经上称为是末后的亚当的人 那就是拿撒勒人耶稣 他被称为末后的不是历史进程的意思 而是整个亚当族内的罪恶遗传特征都临到了他的身上 他担当了整个族内的全部的过犯 与不顺服的惩罚 他是以末后的亚当的身份受死的 当他被埋的时候 罪恶的遗传特征也被埋了 封闭起来了 当他重新复活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新的族类的人了 是一种新的人 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族类 是由神和人结合而成的新的族类 你可以称他为 以马内利族类 在复活主日那天晚上 他向躲在一间房屋里的门徒显现了 门徒们害怕极落 复活的主向他们吹了一口气就说 你们受圣灵 就这样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旧人就成了新人 那一位在伊甸园当中 最初把生命的灵 吹进泥土的人体当中的神 又将崭新的生命 吹进了那些门徒里头了 这个生命就是 胜过了罪死亡地狱 坟墓和撒旦的新生命 门徒们就因此重生了 他们领受了一种全新的生命 进入了新约的旧文之中了 每一位在耶稣基督里 成为一名真正信徒的人呢 都有一个与此相应的经历 你是不是因为加入了一个教会 或者受洗签名而成为一名基督徒 唯一使你成为基督徒的方式 是借着你与耶稣的相遇 他说 我就是门 凡借着我进来的 他就要得救 你不是看到他的肉身的形象 而是借着圣灵遇见了他 像吹进楼房里 门徒身上一样的耶稣把同样的生命 吹进了你的生命里头 你就得以重生了 在那里面 接受了一个不可击败的生命了 约翰说 凡由神而生的可以胜过世界 由神而生的是生来就战胜的 不能被击败的 重生的我们不但是属神的 不可败坏的 不可战胜的也是不可击败的 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 那正是你里面所有的特质了 为什么你还像是被击败的样子呢 为什么你还难过有不安全感呢 其实啊 你却是拥有属神的永恒的 不可败坏的 不可打败 不可击败的生命了 你需要自己告诉你自己 这是一个事实啊 好了 让我们看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来结束上一讲的内容了 我们先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 经文说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 原文做种 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那你注意了啊 不是说我们不能再犯罪 而是意味着神 我们在神里面的生命 不能够犯罪了 他是神的生命啊 那无论我们犯不犯罪 取决于我是不是让那生命控制我 但是那在我里面的生命是不犯罪的 然而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四节经文说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那由此可见 新生给我们一个属神的 不朽坏的 不可战胜的生命 你还能不能不感谢神呢 啊 有了这样的新生命 我们实在是要感谢神啊 在我是谁这个系列主题的第二讲当中啊 那我们就来谈谈 人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了 那就是灵 魂 体之间的关系 今天这一讲的题目就是 你是属灵的 还是属魂的呢 我希望到这一讲结束的时候啊 这个问题对你是有意思的 是很有意义的 好 让我们现在看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二节 看看他是怎么说神的话语的 经文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节与骨髓 都能刺入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变明 那你注意了没有啊 我们曾经讲过了 神的话语不仅仅是一面镜子 也是一道射进你内心深处的光啊 他把三个组成部分分开了 那就是灵与魂与身子 由骨节与骨髓来表示 除了神的话语之外 那这个世界上是再没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区分灵与魂的了 世俗的心理学是做不到的 那其实许多世俗心理学家 根本没有意识到人的灵存在的重要性 当一位精神病学家 听到人是由灵魂体 三部分组成的信息之后 他曾经这么写道 他说 我的灵由此苏醒了 我的魂特别是智力和感情领域 必须被拖到十字架前 人是由灵魂体三部分组成的信息 是神话与明确的指示 这改变了我的一生 甚至将改变我的职业 平生第一次 我可以看见做一名精神病学家的好处了 那这是这位精神病学家 曾经写出的一段文章 我希望这个讲题啊 对你有相应的作用 当一个人重生 成为新造的人之后 那变化就产生了 首先撒旦对他的魂的影响 就被撤销了 他与神之间的隔绝 就被挪开了 你看到没有呢 是救恩带来的 那么总结一下 救恩和新生在这些领域里头 为你带来的改变吧 首先 他把新生命带给人的灵 人于是就重生了 他的灵不再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了 这是第一 第二 他恢复了人的灵与神的接触 第三 他把魂从撒旦的管制底下释放出来了 第四 他恢复了神所制定的关系 也就是由上而下的关系 神命定人人借着他的灵 从上而下受指引 灵指引魂 魂指引身体 这才是应该有的模式 他被罪给搅乱了 但现在呢 因为我们重生而重新得到恢复了 好 让我再说一遍 神借着他的灵只是人的灵与他联合 人的灵只是他的魂 他的魂又只是他的身体 魂是灵 只是他带动身体去做灵想要做的事的 在我们的目前发展阶段呢 灵不直接的控制身体 他是借着魂控制身体的 那我们过后会从圣经当中再来看这一点 我们来看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功用 灵的功用 首先是灵能够意识到神 魂意识到自己 身体就意识到这个世界 我们会回头看这一点的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因为一旦一个人卷入他自己的事情 你知道那个人是活在魂的领域里头了 灵的领域把我们从自私和自我中心当中释放出来 我们再回头看灵的功用是意识到神 他最高的特权是联合与神相交 人的灵有特权与神直接的相连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十七节 这是圣经当中最令人吃惊的其中的一句话 那我们要与十六节一起来看看 这里保罗警告那些犯奸淫的罪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六节经文说 岂不知与苍继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 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 那接着在这样的上下文当中啊 保罗说了一句最令人吃惊的话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保罗说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肉体的联合与在灵里和神的联合是直接相应的关系啊 它的真实性就在这里了 就正如一个人可以在性方面与妓女的联合 同样一个人的灵啊 也可以与神在灵里为联合 这是很明显很实际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你不可以把灵与魂混淆了 保罗说啊 与主联合的就成为一灵 你明白吗 那与主联合的是与主联为一灵 成为一灵 是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袋鼠 人的灵有了一大特权 可以个别的直接的与神相连了 那么是什么把我们与神相连的呢 是人的敬拜 也是为什么敬拜是人最高的活动了 没有敬拜就不会真正的产生教会 人家的敬拜 我们才能够与神的灵联合在一起的 创造性是出于敬拜而来的 与神直接联络的灵 产生神的态度和反应 他不应该受下面的左右的 而应该受到上面的指引 也就是说啊 我们不应该再受魂的指引呢 在敬拜的时候啊 是应该接受神的指引 圣经当中也在多次地方呢 说到保罗的反应 保罗在灵里决意一切啊 也就是说 神为保罗确定的 人生目的已经变成他灵的一部分了 结果也成了他的目的 你看到我们的要点没有呢 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 怎么问呢 你可以这样问 我怎么样打算事情 是在灵里做出决意呢 还是在肉身里头做决定呢 那这是因为保罗一旦知道神的旨意 他就成了定局了 因为他的一切决意都是在灵里做的 使徒行传的二十章 二十二节保罗说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心肾迫切 原文做心被捆绑 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 那你注意了啊 这个礼方翻译啊 说原文做心被捆绑 在他受监禁之前 早就在灵里面被捆绑了 也就是说 神是命定他下监狱 已经在他的灵里面确定了 所以他的身体受捆绑之前呢 灵里面已经受捆绑了 那然后在罗马书的第一章 第九节中中啊 保罗说他用心灵侍奉神 这个是在灵里侍奉 不是在心里 或者在魂里 那许多人在魂里头侍奉神呢 我们稍后呢 会来看看魂的功用的 但如果希望你能够看到这些区分呢 不仅仅是理论上的 而是完全实际的 如果你能够掌握运用他的话 他们会在你某些人生的一些过程当中啊 会改变许多的事情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魂的功用了 魂是做自我意志决定的 魂是做自我意志 也可以说自我意志的 他完全是静默在自我当中的 有一个哲学家的名言就是 我思故我是 他必须来证实他的存在 所以他是很典型的哲学家呀 不过他所思想的领域啊 是魂的领域 他知道他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他能够思想啊 魂有三个领域 那这是既定的理论呢 不是出于我的 不过这是很有道理的 魂分意志 智力和情感三个部分 魂也是自我 魂就是那个专门说我的东西 什么我想我要我不要等等的 魂是做决定的 论到意志的时候呢 魂就会说我要 那基本上这是大部分孩子们 学会说话的最初的几个词句之一了 魂做决定 得救也是魂 那么智力就会说 哎呀 等我想一想 或者说 哎 等我推算一下 呃 等我想象一下 那这就是智力 那感情呢 感情说什么 啊 对了 感情说 啊 我感觉 那基本上来说啊 没有重生的人呢 是有这三部分控制的 那就是我要 我想 我感觉 那是使他做出行为的东西咯 在不同的人当中 不同的成分会偏重一些 有些人更受我要左右 有些人就受我想支配 另外有些人呢 就受我感觉支配 但那正是魂的本质哦 身体是意识到世界的那一部分呢 那我们这讲当中啊 不着重谈身体 这是下一讲的主要内容 下一讲的题目就是 为什么你有一个身体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 那个重要的问题呢 身体借着五官意识到这个世界 那这是很重要的 身体按魂的决定做出行动 魂做决定 把信息传给身体 身体贯彻这个决定 我们来看看大卫在诗篇的103篇 一到二节 大卫说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你有没有想过 是什么在跟大卫的心说话呢 就是他的灵 对不对 借着信心和悔改 大卫的灵又回来与神联合了 他的自然的灵得以恢复了 不是再生 那再生只有在耶稣基督 死而复活之后才发生的 那是一个新生 是新月的救恩 但是旧约的圣徒和先知 因信回到与神交往的关系当中 那是借着原有的灵 蒙苏醒的缘故 所以大卫想要赞美主 是什么想要赞美神的呢 是他的灵 但是他的灵 不能直接去做 灵就要借着魂去做了 所以灵就说 魂啊 醒醒吧 不要这么平淡懒惰了 是赞美主的时候了 然后 从大卫的嘴里头就出来了赞美的话语了 所以灵带领魂再去带动身体 就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身体 这里有一节经文的啊 我们在下一讲 还要回过头来专门谈谈的 在西伯来书的第十章 第五节 经文说道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你没有想过啊 神为什么为弥赛亚准备了身体呢 西伯来书的第十章 第七节的答案就是 那经文这么说的啊 那时我说 神啊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你看到没有 弥赛亚接受身体 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 也就是说 身体在这个世代 是以行动来贯彻灵与魂的决定的 那我们过后会再来看一下 今后啊 这个世界要发生的一些事情 一看的话 你就一定感觉到非常激动的 好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三个领域的比较行为 我们来看看灵里面发生的事情 魂里头发生的事情 和身体里头发生的一些相应的事 首先我们在灵底下 写上了敬拜 在约翰福音的四章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当中 耶稣说 父神在寻找那些 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 敬拜是灵的功效啊 魂的对应活动是什么呢 赞美 对了 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四十六到四十七节 圣经就记载说了 玛利亚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 我的救主为乐 啊 我提醒你啊 你千万不要混淆了心和灵啊 他们是不一样的 身体在敬拜当中做什么呢 屈身 那屈身 你看到了没有 在灵里面我们敬拜 我们要用心或者魂去赞美 我们要用身体啊 屈身敬拜 那既然我们是全人的投入 我们个性的每一个部分呢 都应该有适当的参与了 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十七节 保罗就这么说了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它 启示是来自灵的 启示是直接来自神的灵 进入到人的灵里面的东西 他不经过人的魂 在启示上啊 魂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在魂的领域 什么是与启示相对应的呢 那就是教义 或者说神学了 启示是灵的领域里头的事 神学是推理方面的事 这不是说神学是错误的 没这个意思啊 但是他必须要与启示分开来说 那不幸的是啊 大部分的教会 有不少的神学 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启示 那么在升旗的领域有什么呢 这必须是感官领域的 那就是领悟咯 灵里面得启示 头脑里头得到神学 感官上啊 又领悟自然的世界了 好 我们再看另外的一组 在灵的领域有喜乐 喜乐是灵里的事 在魂的领域里头相应的就是高兴 喜乐完全是倚靠神 神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没有喜乐 那高兴呢 是取决于场合和环境了 你的身体经济状况 你的丈夫和妻子带你的方式 各种的事情呢 他是有所祈福的 就喜乐 我们来看一节经文 诗篇四十三篇 第四节大卫说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 我的神 我要弹琴称赞你 你看啊 当神是你的喜乐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没有喜乐的啊 除非你与神隔绝了 喜乐不取决于我们的环境 但是高兴呢 却是取决于我们的环境的 不是说高兴有什么错 我喜欢自己高兴 但是我们不能总是期待高兴啊 在身体领域呢 与此相应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快乐了 快乐 你可以按此方式去调节一下 那这里是用来刺激你思考的一种方法 好让你开始懂得辨别灵魂和身体的不同的领域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一讲 我们继续来看 我是谁这个大标题底下 我们并且要结束 你是属灵还是属魂这个小题目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